大家好,我是Den 但是因为在初步调查当时 警方的重点并没有放在那个地方 所以相关证据并没有得到充分保留 初步调查主要针对了 殴打或伤害这一方面 因此现场犯罪证据 几乎没有得到保留 上诉厅法官认为 必须要明确犯罪动机 因此命令进行 有关受害者医务的额外DNA检测 在第四次公审中 经过将近30分钟的验证后 法官宣布 受害者穿的裤子 是一种无法自动解开的结构 这裤子的扭扣 是需要解下左侧裤斗 才能扣上两个扭扣 并且扣上扭扣后 需要拉上拉链 才可以将裤子系上 所以不是有第三方的力量 裤子是绝对不可能自己下滑的 然后庭审中还提交了 与被告人在拘留所 一起生活的囚犯的证验 被告人平时都会说 只要找到机会 就会越狱 并会再去找受害者 然后两杯奉还 被告人在拘留所里 会不停地自言自语 受害者的地址跟性命 而对此被告人反驳 我与那个人关系不好 没有必要跟他说那种话 关于受害者医务的 额外DNA检定结果 将在下次公审前公布 如果犯罪指控成立 那么罪名就可以变成 就可以判下更长的刑期了 每个人都可能变成受害者 国民们都在关注 希望能好好判决 那位受害者 医生都要在阴影中生活 希望能受到保护 拜托绝对不要放那个垃圾到社会 大家都可能会受害 自己做错了 却在愤怒还说要报仇 真的很惊悚又傻眼 希望一定要好好保护受害者 希望到结束为止 继续能报道后续 我相信受害者的愿望只有一个 那就是可以让加害者 受到应有的惩罚 虽然受过的伤无法愈合 但如果能还他一个公道的话 受伤的心 多多少少能愈合一些吧 希望不要再有受害者出现了 所以 对于釜山回旋梯事件的最新进展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